作词 李宗盛 回到了从前 仿佛你的身影又浮现 几遍 温度冷却 我们到临界点 跨过终点线 只是你我 温柔互相再见 陪你走过的路 现在走一遍 复习你给的甜 可是在你世界里面 我交了白卷 我穿过人海拥抱你 像雨滴遇到冷空气 凝结的回忆 爱我的你 我不想忘记 而已 老实 这饭都凉了 要不然我给你交个外卖吧 老实 你还没和阑珊解释清楚吗 被新病累积 到时候身体出问题 就麻烦了 他不接电话 那要不然 我和他说说 算了 我可不想他跟着我担心 等忙完这几天 我会找他说清楚的 可是咱们采访的新闻 很快就会报道出来的 是啊 新闻一出 韩家就更难了 但愿韩城池能挺得过去 魁城之歌还救过我一命 我现在居然帮不了他了 难道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喂 芳华 是我 有空我们见一面吧 盛世集团对外 一直都是公开公正 透明的态度去做事 从来不掺杂任何私情成分 我们也随时换印 证监局监督和审查 我听说盛世集团高层 和韩氏集团私交甚好 您怎么能保证 你们的股票没有牵涉其中 私交归私交 在商场上还是公司分明的 如果能早点发现 韩氏集团在股票上的违规操作 我们也一定会向证监局 实名举报 我 二十 谢谢 这个东西就离我远点吧 之前 弄换你领带的事 真的是对不起 其实我当时就只是想让 楚楚送我的东西 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你了 你总是这么霸道 那这样 我以茶代酒 给你赔罪 谢了 兄弟 我现在来说 自己给你赔罚 来 我 请 感谢观看 我听说盛世集团高层和韩式集团私交甚好 您怎么能保证你们的股票没有牵涉其中 私交归私交 但是在商场上我们还是公私分明的 如果能早点发现韩式集团在股票上的违规操作 喂 姐 珊珊 二十怎么可以这样 她不帮就算了 怎么还能落井下石 撇得这么干净 姐 这件事情比我们想得要严重 甚是她 够了 我之前还想着你们能够帮她 没想到你们只顾着自己 根本没有人管城池的死活 好 你们不管 我管 姐 芳华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姐误会我了 我得去找她 白珊 你现在去了 只会火上浇油 怎么会啊 我 你去了也改变不了事实 恩恩刚跟你打电话 应该是看到盛世集团盛名 和韩家撇清关系的新闻了 我 我 你在做什么 我要把这些东西给城池送过去 这一定能帮她渡过难关哪 你疯了 我没疯 从小到大 是她一直护着我 照顾着我 这次她落难了 轮到我帮她了 你以为这些就够了吗 大小姐 你没看新闻吗 韩家涉案金额是三个亿 三个亿 你这些又能帮她多少啊 妈 那你帮帮城池好不好 我们给她一笔资金 她肯定能独山再起的 恩恩 就算是想帮她 也是有心无力啊 自从你爸爸走后 咱们顾家这么多年 我辛苦维持 以前妈妈不跟你说 是因为你还太小了 现在妈也没有办法 妈妈现在 只想你能幸福 而不是为了生活 委屈求全 你要不信 就自己试试 你看她现在 还能像以前一样 陪着你吗 还能像以前一样 让你去追求梦想吗 教育 也不是 我 我 抱歉怎么就这么难啊 私交归私交 但是在商场上 我们还是公司分明的 如果能早点发现 韩式集团在股票上的 违规操作 我们也一定会向证监局 实名举报 还是等生事回来 当面道歉 才显得有诚意 这两天 向证监局报告比较忙 我去公司了 你早点休息 看来这签过两天 才能到 承遲 过几天有场音乐会 你能陪我去吗 抱歉 我这几天可能会很忙 但你放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相信我 我这儿好像有意义 保妙什么 我这儿就会你 还在我身边 我年轻人家的 你们 我年轻人家的 你看多个年轻人家的 你年轻人家的 我年轻人家的 爸 我们走吧 帮我搞定一个人 我要让他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 在国外 我有五年的副卫广告经验 这个是我的简历 麻烦你了 抱歉 你可能不太适合我们 很遗憾 我们不能用你 您好 这是我的简历 喂 帮我转告陆总 他交代的是我很好的知情了 喂 韩哥 之前你说的那件事 要进程 再拍座吧 坐 坐 麻烦你 老师 我要靠 我 感谢观看 行为我 要有一些 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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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音乐 也要一样 我去音乐 要一样 要一样 可以 我回来了 好 成池 你这送外卖 这也太大财小用了吧 妈 你不知道 你别小看这个送外卖的工作 你看这是我收集的资料 你看 上面记载了客户的喜好 有他们的年纪 我计划跟阿东一起 开发一个租一应用程序 等我能赚到钱了 就把家里的房子给买过来 我就知道我儿子是最棒的 妈给你做好吃的 谢谢妈 这麦克风要放在这儿 才能有最佳的音响出来 这个时候还请你过来帮忙 真的很抱歉 不过 我没找错人 没事 我也不想在家听我妈唠叨 自从程池霞出事之后 她总想让我跟她分手 不过我相信 困难都是暂时的 程池她一定能够很快赚够 赎回别墅的钱 然后再风光地娶我过门 给 当作谢礼吧 音乐会的门票 谢谢 其实 我挺羡慕韩程池的 但是 听说她跟她的妈妈 已经搬到了城中村住 但你要知道 以她现在的工资水平 要赎回他们家的别墅 得四五百年 要不 我们俩合作一起吧 就当是适应 这可是你家老公 没办法陪你做的事情 我不太想识了 我真的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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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她会的把人说想看 这可是诚惊 有同学 不得 你 你 af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这老毛病了啊 我还是送您去医院吧 没事的 走吧 你那么忙 你这个月的报酬啊 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 你注意查收一下 谢谢组长 好好干 您好 帮我拿一张明晚音乐会的票 好的 我们票价有两千八百八 三千八百八 请问您需要哪种 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八百八的票啊 稍等 我帮您看一下 谢谢 不过我今天还是非常高兴的 谢谢你 没关系 我也很开心 以后我也想办一场这样的演奏会 今天就当学习了 我去帮你买瓶水吧 有的 先生 好的 谢谢你 那麻烦你给我一张八百八的票吧 嗯 好 不客气 像这样 嗯 好 嗯 水 哎 哎 那个不是你老公吗 怎么可能 您看错了 过去看一下吧 一个外卖员有什么好看的 走吧 我请你吃饭去 好 二十 我不管啊 过了这几天 您得好好补偿我 好 补偿你 过两天啊 我给你单独弄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 别别别别 我现在已经累得跟条狗一样了 再让我去办办公室 你得累死我 而且 那个位置是我先算万算算出来的好地方 千万不能画啊 再说了 和樊华一起办公 不也挺好的嘛 二十 这份文件没有什么问题 其他相关文件也都上交证监会 股价也会晚 你可以放心地回家 好好和阑珊沟通沟通了 还是好兄弟了解我 哎 樊华 你说 赔礼道歉 是不是要准备 什么礼物啊 你问他干嘛 问我呀 是什么好 一千月 言得出存在 对 我对 你们这样的生意 那 你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相信我 这一切 马上就会过去的 我还有其他事情 你先回去吧 别着凉了 好 好 会好吗 我挺羡慕韩城吃的 但是 听说她跟她的妈妈已经搬到了城中村住了 但你要知道 以她现在的工资水平 要赎回他们家的别墅 不 得死五百年 不 我记忆带着我们 一分一秒看着时辰 时间加速狂奔 修复我们 之间的裂痕 我辛苦迷迟 以前妈妈不跟你说 是因为你还太小了 现在妈妈也没有办法 妈妈现在只想你能幸福 而不是为了生活委屈求全 在城市角落 残存 原来每次心跳加速的不完分 都有你存在的余温 太过紧张的气氛 短暂的升温 忘了过问 也不计较为真 原来每次心跳加速的不完分 都在证明我的天真 没鼓起勇气去问 最后一瞬 让你走出 我的剧本 这是我亲手打造的八音盒 里面的这首钢琴曲 也是我自己谱曲弹出来的 名字就叫爱你一生 希望你喜欢 记忆带着我们 一转一秒看着时辰 时间加速狂奔 修复我们 在新闻之间的裂痕 可我慢慢传身 怎么背影 已经生分 不行 你留下的余温 是真是死我孤月了 这个城市角落残存 啊 姐 我觉得姑妈说的没错 城市哥翻身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也得为你以后的生活打算呀 对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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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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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